字幕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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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剛剛談到巫術 其實仇恨會使人對仇恨的對象使用巫術 所以他們基本上認為巫術的信仰 因為可能社會關係緊張 你可能會對別人有敵意 或會嫉妒別人小氣 你才會成為被指控是失屋的人 所以透過巫術的信仰 其實是一種克制邪惡念頭的一劑良藥 因為你暴露了壞脾氣 吝嗇或者是敵意 都會導致嚴重的後果 然後他們問說巫師是自覺的行動者嗎 剛剛同學也在問 其實這個社會並沒有一個巫師 這樣的一個職業 沒有一個人承認自己是一個巫師 可是他們要找巫師的方式 是在每一個情境 當我受到任何的不幸的時候 我要去找出在這個情境之下 對我可能失屋的人 所以其實每個人都有可能是被指控的 沒有一個人認為自己就是一個專業的巫師 或者是也沒有人承認自己就是一個自覺的巫師 所以當我在某一個情境被指控是失屋者的時候 我一定要極盡善意的表達 我根本不知道這件事情 是我的靈魂不知道做了什麼 我沒有辦法控制的事情 就我才有辦法被這個社會接受 所以他說其實他們在找巫師 是由那個當下的具體情境所決定 沒有一個人承認自己有巫術 然後被指控人都會說是別人忌妒我 才說我是巫師 或者是就是要表達自己的那種無辜 就是我完全不知道到底發生了什麼事情 所以他們要了解的是 是不是有人在某個時候 某個情境進行 對某一個人進行傷害 而不是是不是有一個專業化的巫師 可是在剛才有講到 在每個具體情境之中 每個人會選擇對自己最有利的因素來做解釋 那巫術其實他寫得非常厚 那幾個重要的論點就是這個樣子 Witchcraft 講完他要談巫醫 就是Witch doctor 當有人被指控 就是當我生病然後去找出失誤者 有時候我是去找長者或親王來做神域 來找出失誤者 然後有的時候我會去找Witch doctor 就是巫醫 巫醫他很厲害的地方是 他有一種魔藥 那個魔藥可以幫巫醫去找出 到底誰是可能的失誤者 然後他會舉行一個儀式 那個儀式的過程 就是整個那個展演的過程 好像就是在跟巫術對抗的過程 然後透過那個展演的過程 來治療那一個被失誤的人的疾病 所以他們 他這裡談到巫醫 他就開始談說 雖然他們有Witchcraft 然後我們好像以為當地人 會活在一種緊張的情境當中 沒有 有他們非常的快樂 為什麼呢 他們就是非常熱觀開朗的民族 為什麼呢 因為他們雖然有Witchcraft 可是他們有很多 可以跟Witchcraft對抗的方式 包括Witch doctor 包括Magic 包括Oracle 所以他們根本就活在一個 非常自信的環境 反正巫術 Witchcraft 並不可怕 因為有這麼多的力量 可以去對抗他 第一個他談Witch doctor 就是Witch doctor他很特別 Witch doctor也是一個好的魔法師 就他有各式各樣的魔法 然後他可以用他所有的魔藥 去找出那一個可能的失誤者 魔藥是本身是有自覺 就他本身就是一個有意識的行動者 然後這個魔藥可以幫助那個Witch doctor 去找出可能的失誤者 然後找出來之後 Witch doctor 就開始做儀式 然後整個儀式的過程 好像就是在跟Witchcraft對抗的過程 所以因為他們有足夠 可以跟Witchcraft對抗的方式 所以當地人就是非常的樂觀開朗 就是他們沒有必要對巫術恐懼 他們透過神域跟魔法來控制他 可是Witch doctor 他要找那個可能的失誤者 一定是他對於當地所有的 各種非常留短 各種緊張的社會關係都有了解 所以他一定也會從這一些 他所了解的一些 我們講的Gossip 就是對於社會的相關的常識裡頭 去找那個失誤者 其實我有一篇文章也是在談 泰雅跟泰魯格的致病儀式 我再把它上傳好了 其實那個致病儀式 治療的疾病非常非常的多 有一種就是治療那個黑屋 那個我有時間在談 然後他們認為 巫衣能夠成功是因為他揭示的 就是那個詢問者所希望的 那巫衣 Witch doctor 有一個很重要的知識 就是對於植物魔藥的知識 他要不斷地去採集各種的草藥 其實這一個所謂非西方社會的人 對於植物的知識到現在都還是 就是所謂的西方醫學非常重視的 因為有一些植物其實是可以開發成為 譬如說治療 HIV 治療 白血病的藥 其實這些植物的知識是非常豐富的 而且也因為這一些植物 去尋找這些植物的過程 其實促進了各個族群之間的互動 這裡談說Witch doctor 是有魔藥的 然後魔藥可以幫助巫醫看見巫術 那他們對於巫術的 對巫醫的信奉的態度也會因人而異 因為他們雖然知道有些Witch doctor 會騙人 可是並不妨礙他們對於Witch doctor 這一套知識的信仰 甚至有時候有一些有錢 有能力的人他們去找Witch doctor 是因為要表示自己的能力 因為要找巫醫來治病 其實所費不支 就是要有各種的植物的 就是巫醫必須要提供各種的植物的知識 然後各種藥來找出Witch doctor 然後還要有一個很盛大的儀式 所以有時候去找Witch doctor 來治病 其實是那一個當事者要 呈現他的社會地位跟他的能力 因為可以找Witch doctor 來做儀式 就是一個社會地位的肯定 然後他認為一個公開的將神會 能夠提高舉辦者的社會聲望 然後在將神會中巫醫可以通過跳舞 跟巫師跟Witch doctor 搏鬥 巫醫的每個動作 每個手勢 每個看起來很奇怪的一些表情 都顯示他們是在跟Witch doctor 搏鬥 那這是巫醫的部份 那神域的部份 我剛剛有談的毒藥神域 可是他們除了毒藥神域之外 還有很多的神域 包括白蚁神域 三棍神域 摩擦木板神域 然後對於那種非常嚴重的事情 譬如說死亡通姦 這一些嚴重的事情 他們一定會去找親王來做毒藥神域 就是他會影響到整個社會的團結 然後造成社會動盪的事情 會去找親王來做毒藥神域 可是日常生活中 每個人都有一些他自己可以操弄的神域 我覺得很可愛 這個是他們的 可能的神域 這個叫做白蚁神域 這個是三棍神域 這個是摩擦木板神域 白蚁神域就是他會把兩個木頭插在 晚上的時候去插在 可能白蚁出沒的一個草叢裡 然後他在插的時候就會問說 譬如說我今天要不要遠行 如果可以遠行的話 我一根木頭就被白蚁鎖住 然後不要遠行的話 另外一個木頭被白蚁鎖住 所以這是每個人都可以操作的 其實就是一個他們可以 用這一些各種不同的神域 來幫助他們對於日常生活所有的事件來做決定 然後白蚁神域就是每個人都可以操作 然後我隔天 就是我在放這兩個木頭的時候 我就問說到底要不要做哪個決定 如果做哪個決定 某一根木頭會被白蚁所啃食 然後隔天起來我就看哪一個木頭被白蚁所啃食 然後就決定我接下來要做的事情 這是白蚁神域 然後三棍神域也是 就是三根木頭疊在一起 然後也問說我要不要遠行 如果要的話可能木頭就散開 不要的話木頭就不要散開 就不只是遠行的事情 包括譬如說你要不要換職業 各種日常生活的事情都可以問 然後這個是非常有趣的摩擦木板神域 你看他的構造就是有一個卡榫 然後卡在一起 然後他說其實當地的成年男子 幾乎每個人手上都有一個摩擦木板神域 他們要做所有的決定的時候 他們都會用摩擦木板來問 就是他們會摩擦這一個卡榫 然後問的時候 如果他運行得非常順利 就表示我要做 然後運行得不順利 就表示我不要去做 然後他就說其實當地人 你如果沒有辦法 從神域的角度來理解當地人的行為 你是完全覺得當地人是無可理解的 那一批就分享他很多的日常生活的事情 譬如說他問他的房東 要不要去參加某一個Party 房東跟他說不要 結果到了那個時候房東就出現了 然後可能出現沒多久又消失了 他說他們行為有一些不可測性 是因為他隨時在用摩擦木板神域在問 可能摩擦木板神域告訴他說 你可以去 可是你不可以告訴任何人 所以他就跟他 跟一批講說他沒有要去 可是他就默默的出現了 或者是就跟他講說 那你什麼時候要離開 他說你如果沒有從神域的角度 你是完全沒有辦法理解當地人的行為邏輯 所以這個非常好玩 然後我覺得神域其實某個面向 也提供當地人一種 就是對於不確定的事情的處理方式 其實提供了一些穩定的心理素質 所以他們可以非常的快樂 然後他說其實神域 背後也有一套社會關係在運作 其實整個 Witchcraft Oracle 背後都有社會關係在運作 因為 Witchcraft 一定就是 就是從你自己身邊有緊張關係的時候開始造 然後神域也是 就是親王的神域一定 就是神域位階最高的是毒藥神域 就是神域的那個位階 其實是跟性別年齡都有關係 地位性別年齡都有關係 譬如說有地位的人才可能用毒藥神域 然後可能那個摩擦木板神域是 臣連男子都會戴的 然後白蚁神域可能就是女子會比較常使用的 他說其實這一些儀式的實踐方式 就是這一些信仰背後 其實都隱含著一套社會關係 就是他說親王的神域是用來 處理部落中的重要事情 然後國王的神域是最終的權威 然後他們對於任何可能的失敗 也不會動搖他們的信仰 譬如說假設神域失敗了 他們就認為說是在那個執行的過程中 他沒有遵守禁忌 那個執行者沒有遵守禁忌 所以如果缺乏信仰的支持 譬如說禁忌的支持 其實剛看到的那些具有毒性的植物 他就只是白色的粉末 就他其實每一個階段 都是在相互牽合成為一套整合的系統 然後最後他還會談一個magic 就是所謂的魔法 他們日常生活中也有非常多的魔法 要狩獵 生產 然後農作物或者是身體的健康 其實都有各種好的魔法 來協助所有的人 可是另外一方面也有不好的魔法 叫做妖術 其實當地人他透過魔法要談的是一套社會變遷的過程 其實過去誰擁有魔法 一定也會跟性別年齡有關 譬如說witch doctor 一定擁有某一些魔藥 然後他會實踐某一些魔法 可是在社會變遷的過程中 從因為西方的醫藥草藥什麼開始進入 所以也打破了當地原有的社會地位 或者是性別的區分 就過去的魔法一定是某一些魔法 是某一個年齡某個社會地位 或某個性別人所擁有的 可是當西方有新的魔法 就是新的各種西方的醫療知識 或者是草藥進入的時候 開始有所謂新的魔法會社 這個新的魔法會社是一個社會變遷的指標 因為他已經打破過去性別年齡跟地位的區別 所以他開始在談當代的社會變遷 就是他透過一個物 透過這個信仰去談 其實背後還有一個更大的社會變遷的過程 他基本上這一個研究在人類學裡頭 當然很重要的就是 對於非西方社會理性的討論 相信他們有不同於西方的前提 可是基本上信仰的各個面向 是整合為一個系統 是合乎理性的 而且甚至他們透過信仰 可以去處理各種緊張的社會關係 然後信仰背後隱含了各種社會的分類 所以他談宗教 雖然他是在談 做intellectualist 他在談的是理性的問題 可是他也把年齡性別地位的高低 跟 Witchcraft 結合來看 然後還有剛剛談的 當新的魔法被引入的時候 開始有一個新的會社 就是一個社會變遷的指標 所以他基本上認為 宗教跟社會是不同的類別 可是是可以相互支持的 就是他對於宗教跟社會的看法 但基本上對於這一個EP 著作的討論 基本上就是他是向西方人展現 所謂 primitive 是可以被了解的 他用幾個論點來證明 Azenda 思考的合理性 就是他們有不同於西方的前提 可是推論方式是一樣的 信仰系統是一致的 信仰的矛盾在實際情境中並不存在 就是雖然每一個人對每個事件都可以選擇 對他而言最有利的解釋 可是好像你就把所有的解釋都放在一起 以為是矛盾 可是如果你放回每個情境 其實每個解釋都是不矛盾的 所以每個人就是選擇 對他而言最有利的解釋 可是他在人類學裡頭會被問的是 可是我們是不是真正了解當地人的理性 就是我在 syllabus 裡頭 放了幾本青年代 80 年代 對 rationality 的討論 都在問說其實是不是 就是合理性還是一套西方的思考方式 然後人類學告訴西方人 當地人是合乎理性的 一定是跟當時的西方社會在做對話 可是人類學其實就是 非常非常的自行力很強 我們不斷在問問 我們是不是真的了解當地人 所以有一些人類學者 像做南美研究的一個overing 在我 syllabus 裡頭有放他的書 他就提出說其實在南美的很多儀式 譬如說我之前有提到雅黑的儀式 他們有一種叫那個史騰 就是雅黑那個就我們翻成史騰 他們有透過某一些職務 然後在儀式中 人可能會有不同的感官經驗 不同情緒經驗 他就以南美的例子來談說 其實這一些感官跟情緒經驗 不是就是你如果沒有參與儀式 你不見得可以了解 甚至參與儀式你也不見得去了解 可以了解別人的感官經驗 他說有一些非常非常個人化的經驗 甚至裡頭有一些真實跟虛幻的結 就雅黑他基本上其實是一個 很難講的 就是因為他到當代其實被太多的 可能中產階級知識粉絲 都被 New Age 視為一個當代的儀式 可是在當地的文化脈絡中 其實他們基本上是認為 每一個動物植物甚至桌子筆 都是有 Spirit 的 然後透過那個儀式的過程 他們是要跟不同的 Spirit 來做溝通 然後那個雅黑又很難講得清楚 是因為他基本上 他的整個儀式的過程 就是你吃了之後 就是一開始你要做那個儀式 一定會先有一個進化的過程 然後那個進化的過程 就是吐了七魂八素的 因為他認為人的身體內部是骯髒的 然後必須要有一個潔淨的過程 然後就是經過潔淨之後 你再吃了那個植物 然後在那個植物 在你吃進去之後 你會開始產生一些幻象 然後那一些幻象 他們基本上認為說 必須要有巫醫來帶領 去解釋說 譬如說你可能會看到美洲報 你可能會看到各種的巨染 然後無疑可以帶領著一個參與者 去經歷那一個死而復生的過程 就是他們認為說 那個潔淨的過程是讓你死 然後透過潔淨 在參與那個儀式的過程 是一個死而復生 重新經歷一個不同存在狀態的過程 然後我之前有跟同學講說 其實到當代他那個 已經變成一個非常 new age 的儀式 所以我沒有鼓勵同學去 因為我覺得中間是有 有很多很難以解釋的部份 可是我講這個例子是 其實overing 就在問說 可是這裡頭所經歷的 這一些身心狀態的改變 不見得是西方的理性 可以去了解的 所以這裡大家也帶出說 那我們到底可以了解到什麼程度 基本上我當然承認說 人類學可以做的事 我們其實一門學科最重要 就是你要知道 你這個學科的邊界到哪裡 你可以了解什麼 不能了解什麼 然後有一些真的非常個人化的感官經驗 那個我覺得可能就是我們知識的限制了 雖然有一個叫Tosic 的一個人類學者 他有去寫了一篇 他有寫了一本書就在談這個儀式 可是他那一本書的寫法 他也不是特別在談個人的一些感官經驗 或是個人的幻想 他那本書反而是在談說 其實從殖民以來 南美的人經歷各種殖民的恐懼 不只是被殖民者恐懼 殖民者也很恐懼 其實他們完全不了解這一群他們自理的人 然後在面對恐懼的過程中 其實雙方都透過這個儀式的過程 來處理恐懼 然後中間其實有一些 他其實把這個儀式放回殖民 甚至當代的脈絡中來理解 我基本上覺得一些個人感官經驗的差異性 真的不見得是人類學知識有辦法處理的 就是我要談論說其實 人類學大概不斷在跟西方對話 讓西方人去了解自己知識的限制 還有人類文化的豐富多樣性 這是我覺得人類學可以做的 然後至於這個知識的邊界 到底可以處理到什麼情況 我覺得這也是人類學不斷在摸索的 可是人類學就是很意識到這個問題 就是我們到底可以了解到什麼程度 那EP 的研究後來 其實在人類學中被重讀 是因為在社會變遷的過程中 開始有 witchcraft 重新被覆贈的情況 通常是當社會變遷的過程 人跟人之間的關係變得更加緊密 可是又有很多不確定感的時候 這時候 witchcraft 會開始重新被討論 就是開始有一些重新興起的情況 就在過去如果每個人的社會關係 社會角色都非常清楚的時候 witchcraft 其實沒有被大量的實踐 或者是如果人跟人的關係 就是非常的疏遠 其實也不會有太多 witchcraft 指控 可是當社會變遷 很多的角色開始改變 或者是關係更加的密切 可是不確定性更高的時候 這時候就會開始有一些 witchcraft 指控出現 你們可以看其實歷史上幾次的獵巫 大概都有這樣子一個社會變遷的脈絡 就是我要談說 其實後來 witchcraft 的討論 還是會放回 所謂的整個社會變遷的脈絡中來理解 譬如說我自己在泰雅 其實我可以看一下 我那一邊致病儀式的文章 其實在談說 其實致病儀式可以處理各式各樣的疾病 其中一個很重要是違反當地嘎嘎的疾病 就是觸犯當地的戒律的疾病 那個是很重要的一個部分 所以致病儀式絕對有它非常理性的面向 而且是實踐文化非常重要的一個場域 可是有另外一種疾病 我們叫 Mahuni 就是比較類似黑屋 那個疾病我其實也是比較 把它放回社會變遷的脈絡 因為在我們大英溪那一邊 我們的中下游有一個部落 被認為是有黑屋的 然後我們部落 我是在比較中上游的地方做田業 我們部落的人 每次我們從清朝末期 就要跟外界跟漢人 日本人從事交換 我們都不走大英溪下去 因為我們就有某一個部落是有 Mahuni 我不敢去 我們一定是翻山越嶺 到那個前三大湖那邊去做交換 然後因為我從小就開始 就是我開始做田業 就開始聽部落人在談那個 Mahuni 我們就盡量避免經過那個地方 然後後來我想要談那個 Mahuni 我是想要把它放回社會變遷的脈絡 其實比較受一批的影響 因為那個被認為是有黑屋的部落 其實是日本人最早進入社交換所的地方 所以我基本上就認為 黑屋本身是不是一個 對於資本主義的理解 因為我們要治療那個黑屋的疾病 就是黑屋基本上就是 他只要對著你說 你的眼睛很漂亮 你可能隔天眼睛就會瞎掉之類的 避到很多人很可怕 所以好就是我那個時候 我們還是想要去處理 我們可以處理的問題 所以我就有一些假設 我就說黑屋是不是一個當地人 對於資本主義的理解 然後治療黑屋的一個方式 其實是在那個五截盲上面綁著一塊錢 然後找一個部落的勇者去 大清早還沒有人經過那個部落的時候 就到部落前面去砍那個五截盲 然後邊喊就邊罵那個 Mahuni 說 這個人又沒有對你不好 你為什麼害他生病 然後就砍掉那個五截盲 結果打樣其實還滿凶悍的 然後因為他裡頭 一方面因為 Mahuni 的那個部落是 日本人最早社交換所 就是最早帶入貨幣的部落 然後一方面因為治療過程裡頭 上面有綁一個貨幣 所以我一開始想要去假設 我的假設就是 是不是 Mahuni 是當地人理解資本主義 然後嘗試解決資本主義的一種方式 就是透過疑似的方式嘗試 想要解決資本主義所帶來的問題 好嗎